请师傅吃杯几个梦 请师傅问问母亲为何没有收到母亲名字都已经写得齐全 母亲说没办法你知道吗小房子小房子是有应用巴士在的 然后停在一个地方我们拿小房子的拿小房子的要排队 如果到了拿小房子的时间我们没有去拿 那个时间过了小房子就堆在一个地方 母亲拿不到因为堆在那个地方有太多太多的小房子 然后那个同学就问母亲说 那这一阵子刷送的小房子有没有收到母亲说有 师傅请问是不是我们烧小房子的时间是每个星期几都是比较好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母亲会没收到小房子呢 就要看的一般的没有菩萨管着的就生许比较乱 他就相当于邮局啊 比方说你时间没到他没去拿他就把你堆在一起 你要再去找的话要排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 听得懂吗 一般的就是说为什么叫你们在观音堂里面有菩萨的时候 他比方说有护法神管着有菩萨管着 他就比较正常的拿了 明白了吗 如果你平时自己在家里晚上烧就不一定拿得到了 那我们家里有佛台的 在有观音堂的 那我们就在观音堂烧或者是在家中烧会比较好呢 那当然了你当然有佛台的话 你肯定应该基本上就拿得到的呀 那些拿不到的都是叫在家里佛台 佛台没有 跑到外面去乱烧的那种肯定不行啊 明白了明白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